有时间请各位就是分别把那个表单先做出来 然后后点秀 所以把它跳出来 那再来后面就是说呢 后面都有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就是云端上面 那再来就是说 如何当启动的时候 会加入那个就是清单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有把这个下拉清单的名称 它那个原件名称改成CB01 所以那个Cumberbox下拉清单那个部分 可能要改一下它的名称叫CB01 那我程式里面呢 会用一个方法叫AddItem 可以让它自动加 那加下拉清单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固定的 写在程式里 另外一种就是说呢 不是固定的 自动去抓什么 抓我刚刚讲的清单 向右去抓到底有几栏 有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用追踪的嘛 那前面讲过啦 就是透过Range A1 点And 前面是向下 XL弹 那不过这一题的话是XL To Right 然后抓到的是哪一栏 就分别把那些 放到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OK 所以这个在云端上也有 那再来就是按一下Command Button 就是那个Button 不过Button的名称我有改成叫BTN01 当它被Click的时候 不用重新写程式 只要去呼叫刚刚那个共用程序 就是 有没有 批次筛选 后面传哪一栏 那如果业务就A栏嘛 逗点 查总表里面第几栏 第三栏 后面其实差不多 不用重写太多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就是进度状态列 在最下面会需要增加一个进度状态 就是它跑多少 显示多少 那这边的话我是 把那个宽度大概设为它有200 所以每一更新一次 就200分之多少 所以200再除以 总共有几比 除以那每一次就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跑起来 OK 那这个部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讲完 那下个礼拜 那这个进度状态列 还会再来 再跟各位讲好了 那可能还会配合什么 比如说 后面还会讲到 如何从那个网络上批次抓资料 不过批次一样 一定是先从单次开始 不论你做什么批次 反正就先把单次先做出来 你才有办法去做批次 OK 所以这个 批次里面还需要有个清单 如果你没有清单的话 那你也没办法批次 OK 所以反正批次之前先做单次 再做个清单 你才有办法做批次 OK 那时间的关系 不然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 请各位回去 先把这个批次查询 那表单也许可以试做看看 那另外下个礼拜 还会再提到 有关怎么从网络上去揭取资料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难度又更高 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 当然尽量还是可以先预洗 或者是可以先把前面的部分 先把它做熟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